投资不仅是我的爱好 更是为了让她过得舒心 可是她却和我吵架闹离婚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就是不能支持我 结婚四十多年 她对理财的痴迷越来越严重 对我越来越不关心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不能 她的失职回归家庭 这样看不到未来的生活 我真的不想继续下去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健64岁来自北京退休 有请 吴女士65岁来自北京退休 有请 欢迎两位 这结婚四十年吧 对 有一闺女 对 闺女大了吧 大了 当外公了吗 当了 来我们这干嘛呀 我不想跟她往下过了 我想和她离婚 别呀 大姐 为啥呀 她一直就在理财 老王里的投钱 而且投钱也回不来 她老说让我给她一段时间 说这个投资理财能挣钱 是不是把家里的钱都祸好光了 对 我们的头里头三十多万了 都赔里头了 都没回来 还不掌教训呢 还要往里头呢 她还把我们家人都带进去了呢 杨家人 对呀 她说的 你看 我要想挣钱了 你们家人也不支持我 你也不支持我 都反对我 我这挣点钱 你们老拦着我 就那意思我 那个不让他出去挣钱似的 我说你挣钱 现在换个方式方法 挣钱 是吧 你要出个劳动力 也可以 是吧 你别老往里头投资 你挣钱不容易 你投的可快呀 这个理财 说句两句话 我也是为家里贴补用 所以来说呢 我的朋友做理财呢 也挣了一些钱 我呢 也跟着他们做一点 哎 没想到越做越大 您做什么呀 我投资 也就是做牛 买两头牛啊 三头牛 一头牛两万块钱 一年的期限 或者两年的期限 这24%啊 48%啊 哎 这牛怎么能挣那么多钱 我第一次听说买牛啊 你这咕噜寡闻 你看 我这个牛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农场里啊 在农场里 任养一头牛 对 这一头牛 一年可以给您 带来24%的收益 对 和48%的收益 和48%的收益 对 怎么劝都不听 这劝没用 进去了 咱再往下听啊 老让人家给洗脑子 老让人家给洗脑子 听人家的 不听我的 是是是是 就是这个有些六十多岁的人 就是进入到这个年龄 有一个特征 他们的行为特征就是 只信别人 不信亲人 别人说的全是对的 亲人说的全是错的 就一个特征 然后不让他理财了啊 你说这个不行 那我就换一个吧 干嘛 我就买字画 买什么 买字画 买那个古董 买那个瓶子 哦 买这玩意儿去干嘛呀 也是收藏 今天拿回一个字画来 明天拿回一个瓶子来 天天都这样 你说这玩意儿谁受得了 这个啊 也是一种收藏 或者长期限的 也是一种理财 这种理财 我朋友呢 有时候得到了实惠 我也特别激动 而且我特别参与 他是这样 他是那个 就是那个收藏品嘛 他有那个 就是人家那个画画的 那个大师 上现场临摹 然后就号召让他们买 就这一幅画 一万两万 买回来 刚说就是值钱 今后还能拍卖 能拍到十万 二十万 他就等这十万 二十万呢 我就没见他拍过 老往家买 这个 这我们有真的 专业的画画大师啊 你收藏字画 我问你 你能说出 哪几个大师 书画大师 您抱几个给我听听 您能抱出来吗 我抱不出来 当代现代 古代 您抱不出来 那您真成为冤大头了 他就是听人家的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对对 人家 然后还给出证书 我都不相信 我说你这脑袋 让人给洗的 都简直都不行 这个为什么会被骗 就是因为不懂 对吧 对 我就告诉您说 不懂的事 不能做 朋友做的再好 是朋友懂 您别羡慕 好不好 这个记住就行了 不但就是说 还有吗 就这 有啊 还往外借呢 比如说 跟朋友一块去了 他买一幅画一万 说这朋友说 我也买一万块钱 我也想买一张画 没有 说我兜里带钱了 我借给你吧 连字条都不打 说我一个礼拜 就给你啊 这钱 结果这一个礼拜 也过去了 也没给 那我说你找他要去 咱们就说 要不回钱来 打个字条 咱有个证据 我给人家打电话 我去找人家去了 人家说 我没借你 就说借给他了 让他来 找他 然后他还说 埋怨我 说我把他朋友 给得罪了 结果这朋友 到现在也没还 字条也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 朋友说 等一等 我有时候 也跟别人借钱 所以来说 就没必要打借条 他就特别着急 催着我 跟人家要 所以弄得我 连朋友都 可谁都着急啊 钱借住去了 没借条 理了财了 打了水漂 说是搞收藏 实际把家里钱 也不知道送给谁了 可谁都着急 对不对 对呀 然后呢 保健品 看广告 他有糖尿病 他说 有这个糖尿病的 这个症状 像我 这个症状 也像我 这个药 我得买 那就买吧 一买 就是一年的 说买完这一款 这款没吃完呢 又出新的了 产品 再还接着买 这家里头 就裸这保健品 就光那箱子 就裸了一落了 这不正经吃药 不就完了吗 咱们说 不能相信药 药不行 那个得吃保健品 这人就得保健 不保健不行 平时保健 这人身体才健康呢 就都是他的歪理 我怎么说 都不听 现在说什么 都听不进去 钱男正啊 年轻人都正不到钱 咱退休了 还不开开心心的 补好钱袋子 捋个油什么呢 出去玩呗 出去玩吧 两位 出去玩 后来就因为这个 女儿说的那个 你们俩老吵架 因为这些事 你出去玩一玩吧 对 这就好 然后给我们抱了个团 我们就出去了 有一个女团友 跟他一块 又不错 那个挺说得来的 其实我也没有多想 说得来 也很正常吧 这男女在一起 是吧 您这心够大 对 然后呢 你说出去玩 不跟我在一起玩 上山上拍个照 让他给照 上水边上 弄个那个杀金 配着照 就不跟我在一起 就老是拽着人家一块玩 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是说我多心 实际上我想跟他在一块照 不是说我多心 是什么呀 是人家一块团友 别的朋友 说 说这女的跟他什么关系啊 问我 我说我们就是一块抱团来认识的 什么关系也没有 他说那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说我是他爱人 他不跟你玩 他跟他玩 都别人都能看出来 你说不是说 我这我才往那想 也是哈 你说他为什么 我说你跟我一块照 一块照相 因为他让我帮他 上山上照个相 我先给他照去 把我甩一边了 我这一天我就没跟他一块玩 实际上我不是不跟你一块照 我也拉你咱们一块照 可是实际上来说呢 你姐姐呢 有时候拉着你 我跟你说几次咱们一块走 你不走 那我也没辙了 他就 他老拽他 拽到一边去 然后照相去 你说我 他拽他 我能跟着他走吗 我肯定不会跟着他走啊 对呀 那实际上我们俩也没有什么 你也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 我一再跟你解释多少回 但是你这表现 就让人看着就不舒服 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 咱也很少出去玩去 出去玩去 你说赵个相 你不跟我照相 你给他照相 那你说我该怎么想啊 你自己说 比如说我要弄一男的 我跟着人家走 你怎么想啊 你怎么想啊 问得好 然后呢 我们这就回来了 在火车上 他睡中铺 人家上面是一个男同志 挺年轻的 可能上去 可能就是踩那梯子 稍微碰了一下 这个女团友 结果呢 他就会说人家骚扰他 他说呢 那个 我姐 这男的那个有点骚扰我 说你能让我哥那个 今天晚上那个陪我一宿吗 就是睡底铺 他睡中铺 我说行 就等于他们都上一个包厢去了 就把我们就搁另一个包厢里头了 好 人家俩人在一块了 他上那头去 我就在这边准备第二天早上去的早点 我把我这早点都准备好了 都放书包上面了 我说这明天咱们早上起来吃 结果呢 等我早上起来一看没有 早点没有了 我说这个 早点哪去了 我看人家那个包厢里头 人家那吃着我那早点呢 你说这是我多心吗 事倒是不大 但是让心里太不舒服 这件事我跟你说过了 他早上起来啊 七点钟起床 你至少你得尊重我 你跟我打声招呼吧 当时你还睡着觉呢 你跟我打声招呼 你说他饿了 我先把这吃着给他了 你这也是对我的尊重啊 我不是会后跟你说过了吗 你都给完了都吃完了 你再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啊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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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肯定心里不舒服 搁谁都别扭 对不对 我觉得我很正常 你要大方 你要请客 得等老婆醒了 有老婆发出邀请 对吧 你这一男同志 这么献殷勤就不对 对不对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刚认识的 对吧 对啊 他饿了 他那么大人他饿了 您自己觅食去 对不对 我一家出来旅行 我老婆孩子 这亲戚朋友都没吃呢 我给您供了吃了 对 这事做的有点这个 有点过分我觉得 是不是 你应该自己 所以就因为这个 就要离了是吧 那我肯定我得跟他离啊 听明白了 你这刚好这样 你这过路的都 比我都强 这过这么多年 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心凉了是吧 那当然了 我肯定心凉啊 你个投资理财 不听我的 赔钱 赔钱 算了 对吧 我忍了 买保健品 对 你为了保命 忍了 忍了 对 然后到了这个岁数 随便一个女团友 感觉你对她的态度 都比对我好 这口气演不下 您说是不是 是是是 不是我就说 咱找个平台 找个专家老师 问一问 是我错了 是你错了 是我多心了 还是你多心了 好 那就老师们给断断呗 对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确实 理财收藏加保健品 是现在 骗 退休老人的三大剑 您的老伴 三大剑 渐渐沾手 你理财 可财不一定理你了 尤其是 你这样没有经验 把这么多钱 就扔进去了 两个人本可以 好好的过老了 牵手过马路 还有个人 也是蛮温暖的 生个病 地茶端水端饭的 有个人 这是很幸福的 您现在 要折腾到老伴 要提出离婚 晚年生活不容易 晚年婚姻更要珍惜 大哥 今天应该明白一点了 否则回北京 只要订一张车票就够了 麻烦了 谢谢 谢谢伯鸿兄 曲总 大哥朋友多吗 多 哦 都什么样的朋友 这些朋友咱能少交点吗 你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 借钱出去 要不要打一借条 不给你打 老婆去要 人不给 我是管大哥借的 这不是调你 夫妻之间的矛盾的吗 这叫朋友 那个朋友挣钱了 让你也跟着去 你懂吗 所以你看看 你周围这些 都是什么样的朋友 可真正的朋友 战友在哪 在你身边 你不听 你就想在 自己的社交圈子里 有点荣誉感 有点成就感 是不是 老公为什么 到外头 交这些朋友 这样的方式 您知道吗 在家里40年了 没找着存在感 没价值感 家里谁管钱啊 我管 哎 那怎么 这钱也没管住 所以老公啊 要给他足够的尊重 别看40年 好像在一起 有感情 在实责呢 他心里这个 这个诉求啊 这个需求你没满足 结果就用钱 去外面买了一些 所谓的认同 你要多认同什么 老头 多给他点尊重 好不好 今天 谢谢曲总 德哥 北老师 德哥 您是想离婚呢 还是想把所有的钱 都给老婆管 不离婚 把钱给老婆管 这就好办了 我看到有这么一件事 就是二位不知道 自己的晚年 应该怎么过 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方向 我就会盲从 你们都没自己的方向 我自己不知道 干点什么的时候 别人一忽悠我干什么 我就去干了 所以他上当啊 他什么当都上啊 大哥我问一下 你老婆在你眼里 有任何吸引力吗 有 有什么吸引力 他起码在家里啊 在 所以他在家里 有吸引力对吗 你的朋友是在外面的 对吗 对 行嘞 没事 就是我 就是觉得 挺心酸的 就是到了这把子岁数 互相 在对方的眼里 居然没有魅力 您在您妻子眼里 也没什么魅力 您就是一个找麻烦的老伴 不断地找各种麻烦 所以您在他眼里 也没有魅力 他知道 我在我妻子眼里 我就是一找麻烦的老伴 我妻子一丁点都看不起我 在这种情况下 我宁可不跟他出去 我也要跟外面那帮朋友 在一块 至少他们没数了我 平时数了他多吗 那他理财 这个收藏 我肯定要数了他呀 把钱不是你都收了吗 我收了他 他能借呀 我今天跟谁借钱了 那个我把钱借出去了 我说你干嘛了 这钱 然后他就说 什么什么理财呀 你知道你欠账 不是给自己欠的 你欠账是给一家的欠的 你知道吗 这个是大是大非 你不光自己花钱 给家里面找麻烦 你还借钱 让家里面不得 不陪着你面对麻烦的时候 你觉得你对吗 不对 还借吗 不借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就到这吧 岁数比我大 谢谢李老师 林达老师 想推荐您二位一本电影 叫做爱在记忆消失前 讲的是两个七十八十岁的老人家 有一天突然决定卖掉自己的房子 两个人买了一辆房车 就这样冒险上路了 两个人可能在路上有跌跌撞撞 但两个人也是在一起相依为命 两个人在路上又拾起了过去生活里头很多 已经遗忘了的细节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时不时的记忆力下降 时不时的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但是另一个人会温柔的把他拉回来 就后来我就在想 可能这人生路里头啊 我们这一辈子跟谁过一辈子 都是有磕磕碰碰的 但是直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真是 就是老两口坐在那拉着手的时候 还好这一路有你 但是这个一路有你 没有儿女 没有朋友 没有身外之物的状态 怎么样才能找到呢 可能是老两口身处电影院 可能是老两口的自驾游 可能是老两口 在各种小巷里头 去找本地好吃的 然后把我们过往的人生智慧 互相聊一聊和一起探索我们不知道的 就这样 爱可能能够更加把大家抱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时候 谁都不要去纠正谁了 谁也不要去论谁对谁错 你们现在有的是时间 经济上的自由 一级彼此 珍惜每一天 咱别在这些事上去较真了 好的 谢谢 加油 谢谢明达老师 老人三件宝嘛 一是无好钱袋子嘛 我也不觉得您没给他成就感 因为特别简单 骗子骗人的时候不都态度特好吗 哪有骗子态度不好的 我在家里我就跟你供着 都不如骗子供你供的好 对吧 那你就记住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老话说了吧 第一 无紧钱袋子 第二 绝不改变模式 过去四十年在家里怎么吃愣 该怎么吃愣怎么吃愣 谁在家里是老大 延续谁就是老大 这时候造反造不起来了 造什么反 该强势强势 该怎么着怎么着 绝不刻意 第二点 第三个宝 要找到人生的方向 你们俩干点什么 约定好 能开车吧 能 有本吧 有 北京现在有好多那个自驾的带导游的 报个名就走了 先从近处游 从远处游 自己不会自驾 先跟团学嘛 这不是有钱吗 家里又不是没钱 对吧 那真没钱也不会被骗成这样 还是有钱啊 拿钱干这个去 拿钱买快乐 离婚也可以 我倒觉得也可以 对吧 想离就离嘛 对不对 离了婚了 欠债就是您自己的事了 对吧 至少家里的钱保住了 从来我一般不劝 就到了这个岁数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有一个核心 问问自己生活的快不快 您快乐吗 不快乐 您跟他在一起快乐吗 天天生气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轰出一三天 突然发现自己心里空落落 这就是四十年 这就是功夫 一定是不快乐 所以都不说那个气话 看着他生气 没了他 没气 真的 那心圈都抽没了 主意您拿 怎么管老公 您是有经验的 压根不用我们教 我知道您想让我们来说服他 以后别投资 别理财了 说不动 他要真想被骗 还能被骗了 能管住的就是你 绝交啊 孟母三千呢 多带出去 远离那些胡鹏烂友啊 远离骗子 不就完了吗 剩下的事 您行 四十年都收拢得不错 接着带回家收拾去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年 那我呢 从今以后啊 做理财呢 少做点 或者呢 将来我不做 朋友呢 在今后我也 少出一点 愿意跟你呢 和好 你呢 也别生我 太大的气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不相信你 这么一会儿功夫 你就能说 终止你不参加理财 不参加收藏了 我不买那个智商税了 我可不相信 我就在家这么说你 你都不听 你这么一会儿功夫 你就能改 那我可得考虑考虑 我这回我就是想 就不想和你继续走下去了 不想过了 我慢慢下定决心了 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考虑考虑 你好 这个建议啊 按照新的民法典 规定现在离婚程序 有所变化 你们可以到当地的 民政部门 先做一个登记 就您不是想跟他离吗 做一个登记 登记完了以后 民政部门会给你们一个回职 回职就是说 三十天之后的哪一天 你们就可以去办理了 大哥 大哥 我得安慰您一下 我们这大姐说 要跟你离婚 不是要把您轰出家去 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我们这大姐说 要跟您离婚的意思 就是在手续上 杜绝 您在外头再去找 各种这样的朋友借钱 然后把咱家钱丢了 您是不是这意思 大姐 您就算跟他离婚 他也是在家 然后这也是咱们家亲人 是这意思吧 不行 我就是得给他轰出去 人家就没这么想 我是挺鼓励这种 到了这个阶段 想干嘛就干嘛 干嘛憋着一口气 你得让有一些人知道 他做错了事情 是要受到惩罚的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 像这样的岁数的一些男性朋友 他不受惩罚 就一辈子在家里被妻子管了之后 他就想造反 让他知道后果是什么 去了三十天 咱三十天就分开了 钱管好 您该旅行旅行 三十天回来再看他什么样子 大哥你还去理财吗 你快想明白 那我就不理财了 你还要外投哪些 莫名其妙的朋友吗 你快想明白 不去了 你别跟我说 你该跟谁说 跟谁说 快拿主意了 你赶紧 我那个理财 是吧 我想逐步地收回来以后 别收了 别逐步 收不回来了 人都跑了 上哪收去啊 就是啊 我就说你就当全赔了吗 没人是 你得斩钉截铁了 大哥 你要再不斩钉截铁 可就 他想的太简单了 因为不懂 因为不懂 行了 没有别的了 我的建议就特简单 下定决心带他去 程序走一套 该治回来都治回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可以自己先去看看电影 先规划规划 我就是想在家看看书 然后出去玩一玩 您自己规划 攻略一下 挺好的 是吧 他愿意跟上就跟上 其实我自己就 我自己有一个理念啊 嗯 就到了这个岁数了 一定是个人管好个人 这才能成为依靠 你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 你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 什么叫累赘 我不给这个家做任何的正向的一个贡献 反而让这个家的钱受损失 让这个家里的孩子担心 让身边的老伴担心 这就叫做累赘 这就叫做累赘了 照顾好自己是第一位的 自己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自己做自己的责任人 不要让别人再管你了 您就该干嘛 我挺支持的 就是说 别淤气 因为他没有气 他这身体好得很 他一直在斗 还等着呢 那钱还会回来 所以这都不用担心 没那么多好担心 大哥你还不斩钉截铁 你赶紧斩钉截铁的表面 行吗 谢谢两位请回 我谢谢您 好 谢谢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伯伯兄 其实我觉得 64岁真年轻 他们这状态不对 你知道吧 早摔了 压力大 理财亏本那个压力 灭顶的 所以这个40年婚姻不容易 不要认为自己的固执 任性 最后把来自不易的 晚年的婚姻生活毁了 所以老年人们看好钱袋子 第一宝 您刚才对他们的三个提醒 我认为老年人只要做到了 晚年生活 幸福的基础就有了 虽然我也知道两个人肯定双出 但今天大妈是真生气了 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不一定双出 来 曲总 我开始还真以为他们会双出 后面我觉得 这大哥这个执迷不悟的样子 这个大姐可能真急了 难出 你不出 雷老师其实特别希望他们好 对啊 大姐出来 玩着命着帮大哥 是这样啊 就是 大哥知道错了 大哥懂得要斩钉截铁了 不信一会儿您问问他 您出来吧 都64了 不出吧 咱姐姐再扭念一下 回家让老公好好哄哄 看老公的表现 不出不代表一定要分开 没事 我们来看他们怎么选 今天这个选担我还挺期待的 我是真希望大姐别出来 你得治啊 来我们看他们做何选择 请开门 来我们看他们做何选择 请开门 明天心里我们都知道 我赔了这么多 我再投一点 把这钱挣回来 我就收索 是吧 对 现在就收索 赔了就赔了 认 今天大姐 给您下马呗 您有什么话对他说 我此次来的目的 就是和好 不要再争讨 做理财呢 我将来不会再做了 你朋友之间呢 我将来少来往 愿意跟你哈 在天涯海角去旅游 陪伴着共此一生 好 回家 建议您 尼娜老师推荐的电影 找来 自己先看 抱一团 好的 邀请 好的 大姐一起去 不是还没离吗 对 对不对 对 加油好吧 好 谢谢您啊 保重身体 来 请回 来 请回 这就是现场的大姐的一个决定 我告诉你 你再这样不行 四十年风风雨雨 真想挽救 一定有招 希望你们 挽救